卫生署2005年开始施行的艾滋病毒减害计划 有效降低了静脉注射的感染率 最近几年却是性行为感染者急剧的增加 而且是以青少年居多 目前台湾的艾滋感染人数已经突破2万人 而新感染者年龄层也持续的下降 国内的艾滋疫情已经拉起警报 来看中天的调查报告 会有个免疫证明书嘛 那免疫证明书我们要直接 场景在艾滋病感染者权益促进会 变化那一口是即将当兵的一男 匿名筛检验出病毒 人生就此变调 我们巡线找到他小万19岁 高了下学期暑假 一场半推半就的激情过后 艾滋病毒开始在体内蔓延 跟朋友也许夜店吧 那当天不剩酒意就喝多一些 然后再次醒来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在不认识的人家里 还是可以任性的年纪 但病毒进入他的生命 免疫系统开始失序 身份被卫生署列管 最悲伤的是亲子关系开始变职 他们其实从得知之后 就让我过我自己的生活 然后他们过他们自己的 那他们光是知道自己而知 这种病就觉得很丢念 很脏 然后会不会要对我传染 卫生署的统计数据 10年前10到19岁青少年 平均每年增加20名感染者 去年这个年龄层 已经以每年增加50人的速度上升 20岁到29岁之间 这个是最快 但是很明显的 这些未成年的 在这个15岁到20岁这个年龄 事实上也比以前 可以说是比较快速的增加 我吃的是这个 那个 我们是白老鼠 所以你就是吃下去先维持住 把你的这个病毒控制住 张亚辉46岁 国内出柜多年的男同志 身旁是他的伴侣安古 2010年元旦 两人在亲友祝福下 办了结婚喜宴 轰动同志圈 惊奇的不只是他当了新郎 而是他有另一个身份 爱资代言者 两位非常帅气的张嘴角 2006年秋天 潜伏已久的HIV病毒 攻击他的免疫系统 他成了急诊室常客 也开始致力宣导爱资防治 对于国内感染者年轻化 张亚辉竟然一点都不意外 当所有的关注焦点 都跑到毒瘾爱资的时候 忽略了同志族群 那所以同志族群 其实说这一年也赚出来 截至7月底 台湾的爱滋病感染人数 总共21930人 疾管局分析 近几年以性行为感染为大宗 而且这只是主动筛检的结果 台面下的黑数可能更惊人 为什么这些年轻服务群同志 会大低地被检验出来 在当兵之前 那是因为确定你要当兵 一定要验这一项 不表示没有被验出来的人 不多 尤其异性验 不戴保险套 心存侥幸是疫情扩散的主要原因 这其中 性派对被认为是病毒蔓延的温床 空趴里面 当你那个开心情欲上涨的时候 当然性就会接下来是一个挑战 不管是一对一 不管是一对多 多对多 很少有不用药的怕 Astasy这个东西 它会让人的行为自主能力降低 你其实不太能够随自己的意思去行为 那对方可能吃了 我有刚刚他就硬上了这样子 对 做情况普遍吗 很普遍啊 2005年 卫生署执行毒瘾减害计划 有效降低了静脉注射感染 但从08年开始 性行为感染人数急速攀升 青少年安全性行为的教育问题 再度不上台面 病毒还在蔓延 人数持续增加 政府再不正视 就怕疫情失去控制 病毒